首先先来介绍一下七烂豹的大叔 老玩家都知道啊 当初只有四大家族的组长和长老才可以七烂豹 在当时呢也是身份的象征 接下来是二代水人龙 杨七洛斯 由于是水属性的人龙 比如肘关节 背部还有眼睛后方 都有类似鱼鳍一样的水生物象征 接下来是我所喜欢的二代绿人龙 利泽诺顿 纯蒂属性的绿人龙呢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背部长满的大长刺 尾部还有类似于钳子一样的大家子 哇塞 霸气十足 下面是奇奇豹的豆丁 我记得想奇奇豹啊 只有五转人物才享有的特权 尤其是攻击动作 真的是太帅了 还有就是变态的T技能 除了水属性宠物呢 一般宠物都扛不住 接下来是机械人龙 贴一诺斯 后期的机械人龙呢 思维成长却实高 但是命中率呢低的可怜 下面是当年所购买的莱吉卡 还有杰尔卡 当年抽莱吉卡啊 都是为了抽鸡豹 有个窍门 就是整盒的莱吉卡呢 抽盒子最两边的其中一张 肯定是几百